哈喽,大家好,大家知道我妈妈来台湾这一晃就是一个多月了 她来台湾之前是做了全面体检的 一切都是正常范围以内 那么来台湾之后就完全不知道,对吧 然后就开始吃喝玩乐 尤其是台湾那个什么米饭呢,一次吃四碗 然后还有就是疯狂的吃那些什么甜食 然后什么台湾的水果 台湾的凤梨 然后就吃了很多超级甜的,然后不该吃的东西知道吗 然后再偶然的一次机会 我带她去金山寺去烧香拜拜 然后那边就有免费的为老人测血糖 那这一次就帮了我和妈妈很大的一个忙 然后不车不知道,一车吓一跳 天哪,180 刚开始我妈还不相信 因为她觉得说,不对啊,我在家里面都是正常的 后来我们就开始重视嘛,吃东西也小心 说在外面偶尔吃点油啊,在家里面几乎都是没有吃米饭 吃米饭只吃这么一小块 肉类,还有就是麦片 嗯,蔬菜,就这样填饱肚子 大多数时候我跟妈妈在家里面是这样吃的 好,这血糖就一直降嘛 后来就追踪到180,160,150 然后这一晃就一个月了嘛 一个月我想说,哎,为什么还降那么慢 就觉得很奇怪 我就打算带她去干脆做一个彻底的那种抽血检验 就是彻底的做一个体检嘛 看医生怎么说 嗯,加上有些粉丝朋友给我留言说 嗯,要去查什么什么 就是,应该是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说我待会儿带妈妈去做一个 就是说抽血化验啊 多验几方 看她的身体状况究竟是怎么样 这半年的变化 因为半年之前她在大陆嘛,是正常的嘛 其实我也很久没有做体检了 我因为我今天已经有吃东西了 我就没有办法 好了,去测一下了 测一下大家也放心 如果真的有到该吃药的时候 我们就吃药 一切都听医生的建议 好,我妈还在睡觉 待会儿我就叫她,我们就出门了 看看究竟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哈 这一间是我打疫苗的地方 这里现在是空腹的 空腹 空腹几小时 空腹几小时 空腹 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没有喝酒 昨天晚上几点吃晚餐 大概七点吧 他真的有超过12个小时 对 就是想说要检查 可是我跟妳讲 有时候空腹太久 不见得血糖会比较低喔 我们就是用抽血 抽血就是可以多厌几项 像空腹血糖的话就是 比较不 应该是说 它就波动的 跟你昨天吃的东西很有关系 还有就是我刚讲的 因为如果血糖低 身体会去分解 那如果糖化血色素 就是三个月的平均血糖值 这样子就会比较准 就是它是三个月的平均值 是比较准的 不过抽血不是今天知道答案喔 那可能明天早上 大概十点过后才会有报告回来 这是血液尿液肝功能肾功能尿酸 然后肿胆固醇中性脂肪 那个血糖 血糖这个是抽的嘛 然后我刚讲糖化血色素 这个300 再加上糖化血色素也是300 就是600 然后还有挂号费 就total750 好 total750就可以验好多次 对 这个是很值得的 你要帮妈妈验血 这样才能知道她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好的 然后需要吃药的话 还是要吃一点药对吧 对 对 正常吗小姐 对 正常对 嗯 缺压正常 看我 加手机的重量 才40 试了什么围素啊 维生素这些不算吗 没关系 没关系 没有 没有伤 36 36度1 那样好体重 鞋子脱掉 反正你比我重 我妈来台湾 体重变轻了 比我重1公斤 技术太厉害了吧 妈不疼 妈不疼 我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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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忍了一下 来吧 这会比不舒服 好 来帮你贴个胶布 好 两分钟之后 压迫两分钟之后 谢谢你哦 谢谢 好 刚洗了头发 然后大家看吧 我又在吃水果了 超级甜的水果 说实话 台湾的水果真的控制不了 太好吃了 实在是这种糖分 很重的水果 我妈是没有吃的 是我一个人在吃 她顶多吃这个的一半的一半吧 就成个味道而已 嗯 还有哦 给你们讲一下哦 刚刚整首有打来电话 说我妈妈的结果已经出来了 好了 今天的结果再给大家讲一下哦 好了 检查报告已经出来了 医生很详细很详细的 给我们讲了一下 糖尿病的并发症 然后会引起你看到没有 失明 四肢异常 喜肾 然后节肢 还有引起心脏病这些 就是医生就告诉我们这些风险 其实还是要注意了 平时生活当中 然后妈妈的检查报告出来了 亮红灯咯 我妈妈亮红灯咯 但是医生说 嗯 她这个都还好了 就是发现的比较早嘛 然后就是 嗯 她的她这个是126 然后呢 最高是100嘛 就超出26 然后6.9 然后这是6.0 超出0.9 然后239 这个是200 超出39 然后198 超出 这150嘛 这个这个超出的比较多 这个是什么 哦 胆固醇啊 胆固醇 然后医生 然后7.0 这6.0 然后医生说 因为年纪到了之后哈 很多功能她会退化 退化了之后哈 她就没有办法的正常的去代谢 她说只要吃点药就好了 就比较正常的生活了 就是这样子 然后其他的都是正常的 就这 妙红灯呢 就这几样 然后给妈妈拿了药 拿了那个血脂的药和血糖的药 一天吃一颗 一样吃一颗 然后就是这样 医生跟你讲了很久嘛 护士小姐也给你交代了很久 对 一定要记得 人家那么耐心的 起码 不止三遍的给你交代 嗯 我一定要记得 嗯 所以说 嗯 在吃药的范围哈 也不能多吃了 可以少吃 医生说可以少吃 然后我也特地去问了医生 淀粉类少吃 很甜的水果要少吃 就是顶多吃一点点了 就是尽量的不吃或者是少吃 是这样的 然后就没有多大问题了 什么都不能吃 对啊 就是啊 你因为人到了年纪了嘛 就是这样啊 年轻的时候想吃又没有哈 老了什么都有又不能吃 真是真是很头痛哈 哈哈哈 妈不是你哦 我的胆裤成员偏高 哎呀 吃点药没什么 而且医生也有交代了 就是说每个 每个月去检查一次 然后医生再给你拿药 回大陆人家还要把药给你准备好 所以说就没有多大问题了 就放心 不要有心理负担 因为我抽血 抽血呢 也不痛 医生呢 还轻轻地跟我 那个文杰哥说不要害怕 不要害怕 这有点怕吧 嗯 不痛吗 我当时问你 你说不痛的吗 嗯 不怕 人家这儿的医生很轻 我这儿都给这儿 不要害怕 不要害怕 所以 还要放松 嗯 放轻松点 然后今天的抽血 然后拿药一个月 还很耐心地跟我讲了 医生太不太板准了 一千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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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块就是两百二十块 那又一千块 嗯 不贵我说 一千一半 不是半 一贵 一千块钱 就是不贵 人民币二百二 贵不贵 人民币二百二 也算还是不贵 嗯 还有啊 要感谢大家 一直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我妈妈的血糖的问题 然后让我们引起重视 刚开始我真的不知道 然后因为家里面也没有什么血糖 也没有什么糖尿病 他们都说糖尿病是有遗传的 所以说我们在我们的心目中 是坚信我们一家人是没有糖尿病的 然后还有就是哈 嗯 我我只是觉得说 那个吃水果是太多 吃东西吃太多太甜 这个值才标起来的 但是今天的检验结果出来的是真的 它就有轻微糖尿病 是真的有 所以说评论区真的要学会很多东西啊 就是大家的不同的声音 不同的意见或建议 我们都是在从中的不断的学习 不断的成长 这个是真的非常感谢大家 说实话没有大家的就是一再的跟我评论区 告诉我就是妈妈不能吃这样 妈妈不能吃那样 我是其实我是傻傻的不知道 只是知道说少吃一点没关系 但是在后来的话我们还是基本上没吃啊 没有吃了 几乎没有吃了 就是说如果在外面我们在外面逛街啊 或是在外面玩的时候 可能我也会考虑了 都会斟酌吃一点点 在几乎在家里 在家里的话几乎什么都没吃 连饭都没吃啊 我妈都每天都在抱怨 都觉得说啊 那什么这样不能吃 那样不能吃 其实我也是在安抚她 就是这样的 其实你们看到的就是 也许就是她刚好吃的那一块 其实她都说她都没有吃 所以她觉得有点冤枉呢 不过有些真的不能吃 人家提醒我们也是好事 就像那些芋头冰芋头冰 你也不能吃 虽然说你吃的是没有太甜 但是那个是有淀粉的 跟甜没有关系 只要是淀粉它都算糖类 就是这样 好了 今天的检查结果也出来了 我们大致也知道该怎么办了 然后吃着药 然后再控制饮食 这样的话妈妈的身体 就会越来越健康 有健康的身体 再有健康的未来 然后接下来我就再会带妈妈 去体验台湾不同的生活 然后继续带她去环岛去看 没有看过的 去吃没有吃过的 好不好 好 每天早上记得要吃药 一样一颗 好 谢谢大家关心我 你们都关心我了 谢谢 拜拜 我跟妈妈又要出去走路锻炼咯 拜拜